好 待會五點鐘到我們大概可以六點鐘 就在街啦 就是大概其實只有四五十分鐘的時間 大家先認識一下環境就好了 大家不要急著買東西 尤其是如果興趣要買錶的 真的今天先不要買 為什麼 因為時間會不夠 我好老的老爺的車門 會不夠你好好的考慮清楚 所以明天下午基本上我們回到今天大概會有 接近兩個小時的時間你要買 要逛再逛 今天只讓大家先天氣好還不錯 可以先去逛 先去看一看環境認識一下 這最重要是在那邊下 在等待的時間你沒有廁所可以上 這才是最重要的 大概一個小時不到 我就請司機在原地等 自由活動完了 接我們去纜車站 下車走路過去拍個照 坐六點二十五分纜車上去 這樣對我來講是最合適的 最合適的 你可以看一下右手邊的山其實很漂亮 有朋友把床連拉起來 大家不要怕曬太陽 根據科學研究 一個人一天最少應該要曬十五到三十分鐘的太陽 你的微生 然後為這個維生素一才會足夠 維生素低啦 忘記講錯了 那這一代來講的話 可以看一下右邊的山其實山勢很高 我事實上來講完全看上是它自然 而且完全沒有受到汙染的一個風光 所以各位晚上回去飯店 記得要把你的手機的電充爆 因為明天 眼睛上在半路上也好等等 應該會拍很多的照片 應該會拍很多的照片 今天大家可能提不起精神來看 應該是要很跳舞就先會睡耶 好 有沒有心理就開始想 像台灣都幾條 還在外面海 不是這樣想 來歐洲 你就要想一想 我們不要跟著歐洲的那個時間來過日子 大家才不會覺得說 到最後很辛苦 在車上有點難熬 然後下去很難熬 其實沒有這麼辛苦啦 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 連山下溫度也比較沒有那麼高 不過明天 預報是多雨時勤 然後會有一點鎮雨 今天英特拉根這一帶也是一樣 最高只有到24度 最低在14度 54度的時間我們不太遇得到啦 因為大概就是 天剛亮的時候 那時候它會比較冷 所以大概明天各位在英特拉根 遇到的天氣大概就是 英特拉根在78到24度之間 燒起風山上就兩度 兩度好太多了 我等一下三個禮拜前來 山上是零下四度 跟現在大概差六度左右 那天就滿冷的 然後提醒大家 我明天如果山上 我明天山上會有機會可以摸到雪 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戴手套去 太陽眼鏡 帽子 通通都要戴 看一下 看一下 我們在蘇利市湖畔什麼叫美洲的時間 一定要趕吉隆古堡 其實也不對 因為我們車子 我們的吉隆古堡 就在湖旁邊 就在湖 其實它是蓋在湖上面 到時候去參觀的時候 我們有準備Odio感應 也就是那個叫做語音導覽 各位可以依照你自己想 可以嗎 我們呢